游泳抽筋事不小 如何缓解才有效 第一要镇静 第二应该是深吸一口气 然后你在水里一个手抱住膝盖 另一个手把你的脚掌晚上扳 有那么几秒钟 它可能自己就能恢复 身体有这些状况时 下水游泳请慎重 感冒了 或者我今天这两天拉肚子了 那么其实人在这样的状态 不太适合做剧烈的活动 还有一种就是潜在的疾病 遇到溺水者 先呼救还是先施救 我们是建议是 你先给它推两口气 然后做心弯压 做五个循环 如果它确实没有反应 再来打电话叫人 特邀北京协和医院 急诊科医学博士刘叶成 和您聊聊 暑期游泳欢乐多 安全知识不可少 健康饮食 饮食养生会 为您奉上一道 香脆可口的腰果鸡丁 精彩马上开始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收看由可口可乐 特约赞助的饮食养生会 我觉得生活当中 我们大家都很忙碌 但是应该时常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平常有什么运动吗 我原来是练跆拳道 武术 你这太高大上了 我也有运动 咀嚼运动 天天吃东西 我的牙齿在运动 张老师 现在还能有什么运动吗 我运动 我每天早晨练六四气节 晚上要做五体投育操 坚持不歇 三年时间一天没拿 您这是我们的楷模 没有没有 我们真能做到太难太难了 我是觉得因为选择了一种 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一定要长年坚持 那张老师说到选择一种 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要坚持 因为体重太大 其实你说真正的去跑步 骑车可能对我的膝盖不太好 所以我会选择一种运动 就是去游泳 因为游泳对胖子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 对我这个全身没有压力 而且很舒服 对不光是胖子 对很多人 医生包括那些教练都说 游泳是第一运动 游泳好 是最好的 但是尤其到了这个暑假 这个盛夏时节 游泳是第一运动 游泳可能也是出事 比较多的一种运动 所以我们一定要和专家 一起来探讨 如何避免危险 如果出现这个问题 该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 是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 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 刘叶诚老师 有请刘老师 刘叶诚 北京协和医院 急诊科医学博士 急诊医学专业副主任医师 本期爱问盘的嘉宾有 湖北卫视主持人碰碰 著名主持人张岳 饮食顾问刘舟 刚才我们就说 游泳特别容易出事 当然游泳有万般的好处 可是一不留神 就出事了 那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 我们先看这个题板 游泳的安全教育 每年夏天 因为家长管理监护不当 再加上儿童的缺少 安全自救的救护常识 青少年溺水伤亡的事件 是时有发生 所以游泳的安全要点 我们真是应该 每个人都知道 第一 下水的时候 切勿太饿或者太饱 为什么呢 有的时候就是 你本身就比较饿 然后又折腾了 没劲了 疲劳了 它血汤一滴 人这个鸡肉 它得不到足够的营养 就容易抽筋 所以实际上 在水里抽筋 其实是一个挺危险的事 对 那可是吃得太饱 怎么又不行呢 我们在活动的时候 这个血液 都应该是到我们的鸡肉里面去 那你刚刚吃得太饱的话 它有血液 它又需要到胃肠里去 这样就大家都在 抢这个体内供的这个血 它就会出现一些 不适的一些感觉 我有的那样的体会 偶尔 因为我特别喜欢游泳 早年间 如果真的 一不留神吃得太饱了 但是又约好了 一定要去下水 在游泳池 先轻轻松松地 先躺到水上 不错那种特别剧烈的 躺到水上 轻轻松松地先扶着 觉得差不多了 消化的也差不多了 好 开始 然后慢慢地各种泳子 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总之 太饿或者太饱 都是不对的 第二 这个特别重要的是 下水前试试水温 如果水太冷 就不要下水 我个人的体会 危害之一 就是如果太冷的话 一伸腿下去 特别容易抽筋 对 实际上就是如果说 你水温比较低 你觉得比较低 你要非要下不渴的话 你可以就先适应一下 让皮肤适应一下 就是你可以让四肢 先接触一下水 然后水撩一撩水 让这个胸啊 前胸后背啊 让这个身体有一个 对这个水温有一定的适应 可能也能够减少 这个抽筋热发生 其实很多小孩 一到了夏天的时候 三五成群嘛 衣服一脱 鞋往边上一扔 就到河里 蹦咚一跳 它还是水呢 我们能看到很多的这些 对就比较容易 这种情况特别容易抽筋 那叫野区的各种照片 就南方的那个 那个乡间的童趣嘛 拍的照片 都是三五成群的小娃娃 它们脱光了 然后呢就 蹦蹦蹦蹦 就从高处就直接跳到 跳到里头了 这种其实挺容易出事 对 其实挺容易出事 所以实际上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像夏天 游泳 溺水 这种事情是非常多的 我记得好像美国的报道 是一年大概九千人溺亡 那第三呢 是最好友伴相陪 不要单独游泳 这相互有个照应嘛 就是我们大白话 相互帮助 第四条呢 就是下水之前 观察周围环境 若有危险警告 则不能再次游泳 但是确实有很多人 这有什么呀 差那个什么下水危险 请勿游泳 这都不太在意 说那不就一块水嘛 一看也没多深嘛 很多它可能底下有水草啊 这之类的 可能你不会容易注意到 那第五条呢 就是跳水前 一定要确保此处水深 至少有三米 而且水下没有杂草 岩石或者其他的障碍物 以脚先入水较为安全 我记得我的一个前辈同事 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他们都还很小的时候 福建人 你想那水性都非常好啊 既有河 湖 也有海 那遇水呢 根本就不慌 结果呢 他们从那个岸上 高岸上向水底下跳 是海 比如一个小男孩 跳下去就没上来 然后就发现怎么回事 它不可能出事的 大家都对它特别信任 稍后后来发现半天没上来 就赶紧去 发现那一块 恰好有两块石头 它下去以后 整个身体扎到石头 就动弹不了了 真实 因为它有一个下降的速度嘛 速度特别快 扎进去 就扎进去了 就使得当时给我讲这个故事 就告诉我 别以为自己游泳没问题了 就随便蛮干 你看人水性极其好的一个小男孩 都可能出现这样的意外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安全教育 有一点好像还遗漏了 我觉得在下水前 是不是应该做一下准备活动 而且实际上我们在很多的 其他的运动的 剧烈的运动之前 肯定也会说 我做做准备活动 压压腿 压压手 扭扭脖子 实际上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做任何的 剧烈运动之前需要做的 都应该做的 都应该做的 其实我们游泳 也是一个挺大的 挺累的一个事情 而且这个活动量也是很大的 而且是我们在泳池里 一旦出现抽筋 这种情况 还是挺危险的 所以这种 抽筋怎么办 人为什么会抽筋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肌肉 它抽筋实际上就是这个肌肉 轮酥 静轮 它这个一侧的肌肉静轮 它就老朝一个方向使劲 那么我们要做的 就是让它拉伸 把这个肌肉拉伸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 这小腿肚子抽筋了 一般这个脚会向下 持续的这样向下蹬 那你可以把它给 对对 反方向的 去拉伸这个肌肉 然后基本上就会有 就缓解 大概几秒钟 它就能够缓解 而如果说 真正到水里出现这样的情况 可能 我觉得 首先呢 你首先要判断距离 你现在在一个水里的什么位置 如果要是潜水 那就很好办 是吧 潜水你就直接站起来 还是用我们在岸上的这种方法 反方向拉伸肌肉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要是在比较深的水域 我觉得可能你首先 第一要镇静 第二呢 应该是深吸一口气 然后你在水里去做这个动作 在水里去做这个反方向拉伸的动作 不管是 对 有的时候呢 可以一个手抱住膝盖 如果要是小腿抽筋了 一个手抱住膝盖 另一个手呢 把你的脚掌晚上扳 大概有那么几秒钟 它可能自己就能恢复 当然实际上 如果说你周围有人的话 因为实际上你抽筋的时候 你的状态应该还是比较好的 你可以去叫周围的人来帮助你 对 其实有的时候 如果是一个腿抽筋 如果说像比较有经验的 也可以用侧泳 或者是洋泳 就是换一种泳姿来实现这个 对 还有一个我觉得 那个也需要了解的 有些人 还是不应该下水的 比如说感冒 发烧的时候 或者说身体出现什么样症状的时候 是不应该下水的 是不是给大家一点禁忌 列举一下 首先肯定一个急性疾病的 这么一个急性期 比如说就像您说的 感冒了 或者我今天这两天拉肚子了 那么其实人在这样的状态 抵抗力比较低 不太适合做剧烈的活动 尤其是下水的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活动 还有一种呢 就是潜在的疾病 因为它本身它是一个运动 而且是挺剧烈的运动 它也又容易诱发一些潜在的疾病 如果说有这种惯心病啊 潜在的疾病啊 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游 就是要自己适当地 注意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因为我们到那个游泳馆 会有那样的那个提示 比如说高血压 心脏病 醉酒 皮肤病 是不让去游的 当然可能皮肤病是指 不要传播 那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心脏病 高血压呢和这个醉酒呢 其实在我们自己游过游的都知道 你在水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应激状态 一个剧烈活动状态 那么你肯定血压会比平时要更高 那时候可能如果说高血压 你平时又控制的不好的话 它可能容易造成血压剧烈的升高 造成脑出血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就是说你首先你要看一看 你自己在什么状态 如果说你比如说我平时高血压控制的很好 我有规律的吃药 生活还可以 那你说我一定要下水试一试 也不是不行 但是要量力而行 量力而行 如果说你真正血压控制的并不是很理想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下水 好 那我们再聊一个小事吧 之后再聊大事 游泳的时候耳朵进水该怎么办呢 耳朵进水后应及时地将水排出 最常见的办法有三 第一 单足跳跃法 第二 活动外耳道法 第三 外耳道清理法 这个您给我们来说明一下 单足跳跃法应该比较简单 对 应该都之前学习过 所以你就站起来 哪侧耳朵有水 你就朝哪侧耳朵向下 然后就单脚跳 这样的话 由于重力的原因 它这个水就比较容易下来 然后外耳道活动法 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的 水实际上在耳朵里 它往往是不太容易稳定的 所以我们有最多见的情况 耳朵进水它会自己出来的 因为它本身在里面是不太容易呆住的 那么如果说它万一一不小心呆住了 那么我们就想一种办法 怎么样能让这个水屏障 让它变得不稳定 让它周围的压力失衡 比较简单的办法 我有一个办法 就是我比如说游了泳 或者洗了澡 耳朵里面有水 觉得不舒服 我就两个指头一起伸进耳朵里面 然后一起把耳朵用力一点堵住 然后三二一一起扯出来 这个水我感觉就会出来一些 对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 实际上就是用这个压力的办法 就是你相当于同时拔的时候 形成一个负压 然后让这个水屏障的平衡被破坏掉 然后它就容易流出来 就是我们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比较简单 你就是耳朵 活动这个耳朵 自己提出这个耳朵 然后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的转 你在这个过程中 它实际上这个外耳道 它也是在跟着动的 那么这样的话 它水在里面就不容易呆住 它就会出来 但是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办法 更简单的办法就是张口 因为我们的镊下颌关节 离我们的 离耳道非常的近 你就重复张口这个动作 大家可以感觉到 你在张口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耳道也在动 对 它也比较容易让这个水出来 夏季天气炎热 游泳作为一项既娱乐又消暑的运动 深受广大人民群众 尤其是孩子们的喜爱 但游泳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为了避免溺水事件的发生 游泳时需注意安全 尽量做到以下几点 一 下水时切勿太饿或太饱 下水前做好充足的准备活动 二 下水前试试水温 若水太冷就不要下水 三 最好友伴相陪 不要单独游泳 四 下水前观察周围环境 若有危险警告 则不能在此游泳 五 跳水前一定要确保此处 水深至少有三米 并且水下没有杂草 岩石或者其他障碍物 以脚先入水较为安全 那我们讨论下一个话题 首先说溺水 什么是溺水 然后溺水的危险 就是它的时间和死亡率的关系 零到五分钟的死亡率 百分之十 五到十分钟的死亡率 百分之六十 十到二十五分钟的死亡率 百分之九十 大于二十五分钟的死亡率 百分之百 没有呼吸 但有脉搏 死亡率百分之四十五 没有呼吸和脉搏 死亡率是百分之九十 这个时间和死亡率之间的对应关系 实在是太明确了 是的 我们首先要说 时间很关键 像我们刚才说的 基本上在五分钟之内 如果你把它救起来 基本上 你看死亡率才百分之十 大多数人都不会有问题 而一旦过了这个五分钟 五分钟到十分钟 短短五分钟的时间 死亡率上升百分之五十 你可以说每过一分钟 死亡率上升百分之十 就实际上 就是一般情况下 到五分钟以后 就溺水的人 他就容易出现呼吸心跳骤停 那么后面的这个 这个死亡率上升是指数性的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 能够在最早的时间内 发现这个人 他到底是不是落水了 而实际上 这个现实就很残酷 很多情况下 真正溺水的人 不容易被人发现 发现的时候就是 怎么人少了一个 到这个时候再去找 那肯定不止五分钟 为什么会 不太容易判断吗 我怎么觉得 就是扑腾那事呢 有很多人 刚刚下水的时候 我不会水被人推下去 那肯定会扑腾 对吗 然后 真正在游泳的过程中 比如说 就要抽筋了 或者我被水草缠住了 那么这个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真相呢 它其实 它不会去喊 它没有力气喊 它首先要顾着自己喘气呢 对吧 我们人 首先得喘着气 然后下一步才喊 它根本就没有时间去 把这口气喘匀乎了 所以它不会喊 第二点呢 它没有力气去扑腾 它没有力气把手伸起来 因为 它首先想要 让自己脑袋伸出水面 所以说 大多数人是在底下压这个水 对 对吧 压这个水 然后让我脑袋能够往上 而压这个水 这个动作你是看不见的 所以你既看不见它扑腾 你也看不见它呼救 而实际上 你能看到的 可能就是看到一个人 脑袋路的外面 好像他在看天空 对吧 看码头 看海边的人 然后慢慢地就沉下去了 你以为他在洋用 在躺着玩 那太容易被忽视了 对 非常容易被忽视 尤其是你像我们的孩子 所以说你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一般孩子在水里面 他一定是非常闹腾的 当你发现 不闹腾了 没事了 那就肯定是要过去看看 它发生 人家看见了也不理你 有一次我就被人家推下去了 两本身 我完全不会水 幸好旁边有两个人 我乱了章法 我就抓着旁边的两个人乱抓 然后旁边的那两人是会水的 但是我劲又大 使劲把人家往水里按过来 然后他们就在 我没按他们的时候 就意思救生员快来救命 救生员看见了 以为我们几个在玩呢 不理我们 所以呢 就是我们第一呢 要学会游泳 学会救人 然后呢 如何学会被救 被救 这个都挺重要的 对对对 不然的话呢 这个有的一些意外 会有更多的拖累 还有一个我思考过一个问题 就是一旦你溺水了 如何去呼救 就用一个特别简单的词 怎么呼救呢 一个简单的 形成共识 我觉得这个要全社会形成共识 比如说你好不容易 能够弄上来 用一个词表达 你看比如说咱们 救命啊 这三个字太费力气了 比如说英语 help 这个相对还容易一些 因为它都是轻声 然后呢 如果你上来 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比如说拍一下手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是社会广泛共识 只要看到这一个动作 一个手语 然后呢 就大家知道 这是溺水了 不用再多说话 赶紧看见就救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呼吁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何来抢救溺水者 这个得现场演示吧 虽然我们真正有一个溺水的人 被从水里捞起来以后 很多人说我要去控水 但实际上 这控水是 特别是对于心跳奏停的人 它是非常浪费时间的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先看看 它有没有呼吸 所以说我们一般先打开气道 怎么样打开气道呢 其实我们在上一次节目的时候 也卖了一个官司 我们有个方法叫仰头抬科法 那么怎么做呢 就是用你一个手的小鱼剂 就是大概是这一块 那放在病人的前额 额头 另一个手呢 用你的食指和中指 提起这个病人的下颌的骨性部分 就是你看摸的比较硬硬的东西 硬硬的地方 给它提起来 那这样的话呢 你的剩下的这个 左手的这个拇指和食指 你在做人工呼吸的时候 还有别的作用 所以基本上我们打开气道是 这么一个动作 这样呢 就能让它的舌头 从咽后臂给它提起来 把它气道打开 然后我们看一看 这病人有没有在喘气 一般情况下 只要平视病人的胸阔 因为人在喘气 胸阔是一定有起伏的 你大概花那么五到十秒钟时间 你看胸阔有没有起伏 确定 它胸阔没有起伏 那说明怎么样 没有呼吸 没有呼吸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直接进行人工呼吸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们之前做成人的急救的时候 如果不是溺水 我们是先做心外压 对吧 但实际上 对于溺水的病人来说 因为它主要的原因是 气道的问题 是吧 淹溺了 窒息了 那所以说我们第一件事情是 做人工呼吸 那么具体怎么做呢 我们在岸上的时候 一般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首先 打开气道的这个动作 然后呢 用我们左手的拇指和食指 把病人鼻子捏住 然后呢 用你的口包住它的口 我就不具体的做了 包住它的口 给它吹气 吹气的过程中 你可以看它胸阔有没有起伏 一般情况下 我们正常的 你只要我们正常喘一口气 给它吹气 就能看见胸阔起伏 胸阔起伏说明什么 可以了 有救了 对 不是有救了 就是说你做到位了 我们的人工通气是有效的 附近气的气它已经吸进去 对 到它肺里去了 一般我们是吹两次气 就是 然后呢 给它开始做膝胃按压 因为实际上 一个没有呼吸的病人 他可能心跳 很快 他就会 就会没有 所以 对于我们普通的 普通人 我们 非医务人员 是不强调说 我在判断有没有脉搏 实际上 太难了 就是说 你说看着 确实没有在喘气 吹两口气 然后就可以开始做膝胃按压 我们膝胃按压 和我们正常的 急救的时候 是一样的 就是每分钟至少100次 然后深度呢 应该是 至少是5公分的 这么一个按压的 这么一个深度 然后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按压 一般我们是按压30次 假设我们就这样按压 一般的按压的位置 应该是胸骨的下段 但男性呢 就是两个乳头连线的终点 然后可以放在这边 把两个手翘起来 我们就进行按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然后一直按到30次 就是我们足够的深度 而且力度还很大 我发现刚才 至少5分 而且很快 连续性的 至少100次 对 那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就发现一个溺水者 我们在打120的同时 这个车呢 来还有一段时间 那我们在给他做人工呼吸 或者是胸外按压的时候 是一直坐到这个120车来吗 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假设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 只有你一个人 就你发现了有这个人 被你救起来了 救起来之后你怎么办呢 就只有一个人 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是在我们正常的时候 心肺复苏 你发现他就没有意识 没有呼吸了 是要打电话叫人的 但是对于溺水者来说 我们不建议立刻打电话叫人 因为他有的时候 可能还正处在 没有呼吸 有脉搏的这个阶段 你可能吹几口气 黄金时间 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是建议是 你先给他吹两口气 然后做 缓一缓 做心外按压 然后再吹两口气 心外按压 五个循环 做五个循环 如果他确实没有反应 再来打电话叫人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的话 但如果有好多人 你可以让别人同时 这个都可以同时进行 然后呢 三十次的那个心外按压 做着做着 过程当中 他又吐了 说出现这个呕吐的 你说呛的水怎么办 其实呛的水道 不是很重要 其实我们一直说 水不是能够阻塞气道的东西 所以我们不是特别担心水 但是 溺水的病人 你给他做心外按压 人工呼吸的时候 他出现呕吐是非常常见的 非常常见 因为他本身可能 胃里面就喝了很多水 然后肺里面也有很多水 那么 出现呕吐 我们需要防止的就是 会不会出现窒息 因为 吐的东西上来了之后 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心理的话 被他吸进去 那么 可能就会 堵住大气道 造成窒息 或者说你至少 他吸到肺里面 造成一个吸入性的肺炎 所以 我们需要做的 如果说你发现 他呕吐了 怎么样 把头 给他弯向一边 让他吐在侧边 对 吐在侧边 因为我们吐在上面会怎么样 就 流回 流回气道 我们让他往侧面 如果说你怀疑他有颈椎损伤 那么这个时候 可能就不能再去掰他的脖子 你如果说真正需要的话 可能是 就像转一个木头一样 你保护住他的这个颈部不要动 整个身体转过来 将逆水者救上岸后 首先打开气道 看呼吸 若没有呼吸 则开始做人工呼吸 30次胸外按压 5个循环没反应 再打电话或叫人 现场如果有其他人在 则可以同时进行 另外 若患者出现呕吐 则需要将患者的头转向一侧 若怀疑患者颈椎损伤 则将患者的头与身体 一起推向一侧 并帮助患者清理气道呕吐物 防止置心 刚才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演示 你看广告里经常说 水是生命之源 但是有可能有的时候 真的水是生命之祸 水果不容人不饶人 所以我们需要避免 这种风险的发生 同时如果我们有机会 作为一个施救者 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专业能力 每一分每一秒都特别重要 说到这都说饿了 饿了 让我做一道比较好吃 又比较在家里做 还比较省钱 但是要在外面吃 那就很贵的腰果鸡丁 腰果鸡丁用到的原材料 有鸡丁 黄瓜丁 胡萝卜丁 和这个腰果 调料呢有这个葱姜蒜 这是呢蛋清 然后料酒 白糖 白胡椒粉 生粉 这是生抽和盐 具体的操作方法呢 是这样的 先把这个鸡丁呢 给它腌制一下 放一点点的盐 然后呢 再放一点点的白胡椒粉 这都是少放一点 放一点糖 放完了糖之后呢 再放一点 这是生抽 再放一点料酒 去一下腥味 然后呢 再把这个 事先 处理好的蛋清 给它放进去 放完了这些之后 最后一步呢 还能够放这个生粉 放完了生粉之后 把它搅拌均匀 这个腰果鸡丁搭配在一块 它不光好吃 而且营养风 没错啊 腰果呢 属于坚果类 可以给咱们提供一些 必须的不饱和脂肪酸 同时还有一些 矿物质的摄入 那么对于青少年的 智力发育呢 也很有好处 热锅 凉油 油转圆了之后 把这个鸡丁放到里面 迅速地煸炒 再把这个葱姜蒜 放到里面 煸炒一下 炒出香味之后 再少少地放一点 这个生抽 放生抽的时候 一定要沿着锅边放 放完了生抽 再来一点点料酒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 这里边呢 鸡精啊 它的油呢 会渗出了一些 渗出了一些油呢 要把这个胡萝卜丁 给它放进去 因为这个胡萝卜是 脂溶性的 是吧 里面的能够转化成的 维生素成分呢 是脂溶性维生素 所以让它接触到油之后 这个时候呢 再把这个黄瓜丁 给它放进去 快要出锅的时候 再把这个腰果放进去 如果腰果放早了的话 就会炒得皮它了 不脆了 吃起来呢 口感不那么好 然后连小火 最后呢 再放一些 盐 糖 白胡椒 再把它迅速的煸炒 这就是今天的腰果鸡丁 腰果鸡丁 食材 腰果 鸡丁 黄瓜丁 胡萝卜丁 调料 盐 糖 葱 姜 蒜 料酒 生粉 胡椒粉 生抽 鸡蛋清 做法 一 往鸡丁里加入盐 胡椒粉 糖 生抽 料酒 蛋清 以及生粉 搅拌均匀 二 锅热后倒油 将处理好的鸡丁倒入 然后迅速扁炒 三 再加入葱 姜 蒜 生抽 料酒 不停翻炒 四 放入胡萝卜丁 黄瓜丁 腰果 继续翻炒 五 最后加上盐 糖 胡椒粉调味后 扁炒均匀即可出锅 非常感谢您收看 也感谢口可乐 对本节目的特约赞助 谢谢 再见 养生笔记 专家提醒 溺水时间若在五分钟以内 死亡率为百分之十 五至十分钟的死亡率为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说 每过一分钟 死亡率就增加百分之十 这就要求大家要尽快地去发现和抢救溺水者 溺水者往往由于四肢受限 呼吸不畅 导致无法喊叫呼救 尤其是青少年 家长更要注意 若发现孩子在水中状态不佳 就得赶紧去看看 以免发生溺水 饮食养生会 有奖互动进行中 只要您登陆 饮食养生会的官方微博 最有大量的养生笔记 供您下载 编辑短信 VX 加您希望看到的养生话题 和养生专家 到10661098 既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天天有惊喜 赶紧行动吧